现前我们在世界里头 学佛的人不少啊 这些学佛的人 灵敏宗师 一个念头错了 多三五道学 阿赖耶诗里头 有佛法的种子 有三宝的种子 这个种子 金刚不坏 他才畜生误会地狱 要是遇到云 阴阳其先行 即使都在地狱到底 他后悔 一般状况之下 只要后悔认错 就能离开地狱 为什么还有很多 真的后悔了 他也不能离开地狱 原因是 他跟众生借的冤仇太深 借的太多 佛菩萨 觉得这个没什么意思 何苦呢 抱来抱去 双方都痛苦 不是一方 双方都痛苦 而且双方痛苦的状况 应该是平衡平衡 这种报复 就毫无意义 即使是我的报复 我受苦三分 他受苦七分 还是不知道 如果说我的报复 他受苦 我不受苦 没有这个道理 无有是处 云烟 不能解 怎样才不给人解 云烟 啃吃亏 啃忍让 这问题就解决了 不肯吃亏 不肯忍让 这个借只有加深 没有欢呼的现象 那如何是我 真正能把愿解解开了 没有别的 一定要接受 佛陀跟圣贤的教会 常识期 有佛菩萨教会 有圣贤教会 慢慢呢 你把这四十真相 都搞明白了 自然就放下了 欢喜放下 欢喜吃亏 欢喜让步 这是你真正功夫 得力 智慧 现象 能看得出 还不肯让步 还有运气 这问题 没解决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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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